疫情爆发以来 餐饮业可说是海啸第一排 虽然疫情警戒降二级后 开放餐饮内用 短时间却难以建立消费者信心 但因为纾困门槛之高 让许多连锁餐饮服务产业相关业者 根本看得到吃不到 在五六月的时候 政府提出很多的纾困方案 这些业者都有去申请 都吃了闭门羹回来 为什么会有闭门羹 第一个 信保额度三千万 对一个中型企业 大概有一百个员工 来说的话 信保额度三千万 他去年已经借过 他今年要再去的时候 得到的就是 中央没有交到一八行库 可以再放款 我们在去年 不是在劳健保的时候 他让我们 有半年的缓冲期的时间 那我缓半年 可是在缓半年之后 时间一到 马上要我们一开始 时间到时候 那你开始就要每个月 两个月的 老健保的费用 立委邱成员表示 根据经济部统计处公布 今年六月餐饮业衰退达 39.9% 出现史上最大跌幅 无薪价人数也续创 疫情以来新高 并以住宿及餐饮业最多 但许多店家申请纾困贷款 却被拒贷 根本撑不到新一波的 振兴措施 民众党团表示 政府部门不应该只画大饼 让民众对政策无感 无法给予实质帮助 必须拿出更多积极作为 来协助台湾企业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